松尼 其實我小時候很討厭我的名字 因為我覺得很熟 怎麼有人會叫松尼 我都會想說你乾脆叫我森林好了 為什麼要叫我松尼 然後那從國中開始大家就叫我松尼 所以我就一直用到現在這樣子 那我自己本身不是設計背景出身的 我是學硬體、學程式的 那我自己其實本來就是很喜歡在藝術設計的部分 所以我自己有一些負責的部分 就是業務開發、拍照、攝影 那也有一個專案管理的專長這樣子 那OK 那我其實在做的是三件事情 空間、老屋跟設計 其實設計這個東西是我自己專長衍生出來的 那空間跟老屋是我覺得我這輩子 我應該要去做的事情 那所以我空間、老屋跟設計 我就把這樣子的概念 用手繪畫出了三個Logo 這個有請我設計師朋友的方法 一個是社區Space 一個是O2 然後這個面Sight 它是一個改善設計 那我覺得我們先從社區Space 先跟大家講為什麼我要做這個東西 我自己本身其實有認識一些創作人、藝術家的朋友 那我覺得他們很專注在自己的作品上面 可是相對於說去找場地 或者是行銷讓自己的作品去給人家看見 我覺得在台灣 他們可能比較沒有這樣子的資訊 那我有發現在日本 我們其實都會有類似像這樣子 空間服務的平台 當然台灣也有 可是我發現的是說 這些服務平台可能會比較多的廣告 比較多的文字 這不是我想要弄大家的 我希望說這個平台很簡單 你是創作人、藝術家 你拿我這個服務平台 看到這個空間適合你 你就直接跟這些空間做聯繫、做預約 那我這中間我其實沒有想要去做任何收費的方式 那我想你們應該會有疑問 那我要怎麼活 我等下會跟你們講 我怎麼活下雨 因為我不是一個有錢人 我真的就是一個燃燒自己的人 那所以我將我的概念、我的想法 我把它設計出來 那我希望說你進來就是乾乾淨淨的 簡單、單純 那我這個政治 space 平台的特性就是只有三個功能 照片、然後細節 細節包含說它的地址、聯繫方式 它的出現方式 其實你都可以在這個細節看到 再來就是說地圖 告訴你說要怎麼去 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其實大家想要的東西也是只有這樣子 我想讓所謂的使用者你在看的時候 一次專注在一件事情 這樣就可以了 那再來就是說這空間是 不只是是我自己小時候一個小小的遺憾 想要做的事情 因為我其實小時候滿會畫畫的 那那一年我國小一、二年級的時候 我拿著我的畫很開心 因為我怎麼講 我要去給我媽 我媽跟我講說 她有點開心 可是又有點難過跟我講說 你以後畫畫可能賺不了很多錢 天啊我才國小一個年級耶 我就心裡深受打擊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一直放在我心裡 可是我又覺得說應該要符合 符合的期待 那時候可能念資訊、念電子 比較有前途 所以我就選擇了去念這個東西 可是我覺得這也不會不好 因為我至少知道網站該怎麼做 就是對我來講做網站其實不會很難 那設計的東西其實我一直有在喜歡 一直會去看這樣子 然後歐數這個其實也滿特別的 我是台中人 台中人的小家長長大的小孩子 那我小時候其實就是 在這樣子的房子裡面長大 那會做這個東西 其實也是有一次去台南 我去做一件叫神龍一事情 我第一次去住民宿 我第一次去住民宿 我真的就是那種感覺 就是讓我驚訝 就是我的內心是在震動的 就是說原來民宿是長這樣 這跟我想說在我姑姑家 在我舅舅家住的房子是一樣的 那這件事情就是一直放在我心上 所以我在2014年優越的時候 我決定我要去做這件事情 那這個其實就是我探險的裝備 在2014年優越決定出來這方面 2014年的8月9月 這各一個禮拜 8月一個禮拜 9月一個禮拜 我每天去住不一樣的民宿 那我也是自己自得去住 在去住之前 我也沒有跟那個民宿主人他們講說 不是在做這個東西 我希望說能夠用比較平常的方式 去瞭解這個民宿他們 為什麼想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民宿有可能是家人 母伴、朋友 那這個房子有可能是他自己的 或者是租廠 或者是租來的人 這都有可能 那所以我就用這樣子的方式 我除了3點那個去可應的時間 會去度住之外 我其他的時間 通通都是在跑台南 我自己有收集到的民宿點 為什麼我會這樣做 因為民宿有的人他不會跟你講地址 那我很想了解說 每個民宿他的樣貌是怎麼樣 有的民宿他可能照片給你看起來很漂亮 可是他外面可能看起來超爛的 然後有的民宿可能是他在大樓 可是他也不會跟你講大樓 我想要這樣做 我去拜訪 但我不會只能跟民宿主任院 我是在外面拍照 我先確認他的臉在哪裡 那將來我有機會了 我想去數看看 我想要跟他們認識 我想要了解你這間民宿的故事 因為我的團隊其實 加上我才四個人 大家平時在平常都有自己正直的工作在做 所以我 我也是現在變成是只有幼日才能去做這樣子的事情 那我沒有辦法說真的是從民宅拜訪 說進去跟阿伯 你們這個房子多少年下 裡面住多少人其實沒辦法 那民宿他其實經過有一些人 民宿主任他要去整理整修 這方式會有生命會有活力 那我覺得我可以用我自己能夠做到的方式 我將他們的房子照片拍下來 我也會跟他們講說 我可不可以放在我的平台上面 我希望能夠幫助你們 禮拜一到禮拜四這段期間 有更多人來入住 因為禮拜一到禮拜四真的沒什麼人入住 五六日可能都會比較好的狀況 那我覺得他們不管經營民宿的想法是什麼 但是我覺得他們有在做 那這也是我現在能夠做到的事情 那這個是我在台南拜訪的所有照片的情況 每一個照片都有一個模式 我先講一個比較簡單一點的 這個中間裡頭把這個 這個人他是台北人 然後他在我們 他在台南那邊 有一個人勝新工廠 他就日中會辦活動 那他為什麼在路邊立法 他想要來台南生活 他覺得他受不了在台北生活的感覺 但他想要先試看看說 他是不是 現在因為他這樣子的方式 是不是可以在台南找到生活的方式 那你們一定會覺得說 我為什麼要選擇台南 其實台南他經過荷蘭明清日治到現在 他其實很多文化 一層一層在這個土地上面堆疊 那我在這個探訪的構成裡面 我發現了這些事情 我發現這兩三年 有一些企業集團進去 然後我覺得做營利做商業 其實沒有什麼不好 但是我希望說 你們在做這一些事情的時候 可以把這些老師傅的工藝、手藝 盡可能的保留下來 那我覺得這才是比較有意 因為像你看最左邊 左下角那個 他整個房子打掉就打掉了 就完全沒有了 這是很可惜的事情 那我就覺得說 我如果可以 那我就是先用這樣子的方式去保留 去記錄 至少在20年後 我的小孩子長大了 我可以跟他講說 這個老爸在20年前有來拍過 可以跟他講這個房子的故事 這個房子的歷史 就像我現在去拜訪民宿 其實我們的資訊是一層一層跌下來的 他告訴我60年前的故事 我把他記錄下來 那20年後 我又可以告訴我小孩子80年前的故事 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的網站設計其實也是這樣 很簡單 我的網站就是三個主要的功能 這個房子的故事 這個房子 他房間的照片 再來 啊 地圖不見了 對 然後這是我在做的事 那你們一定會覺得說 我做這兩個 沒有收錢 這麼活 呃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的專長是在做 我在設計 所以這創業這兩年來 我就是拼命接我站 拼命做 然後來維持我自己 這邊方面的運運支出這樣子 那我也可以跟大家講 其實我少了兩百萬 就包含了我自己的儲管 一直來做這件事情 那你們會覺得可能傻嗎 我覺得我不傻 因為我現在做的事情可能現在看不到 可是你往後推10年20年 你們可能就可以發現 我相信這個時候會發現 我現在在做這件事情的意義 那這個 第三個就是 可能要講得滿一點 剩一分鐘版 然後這個東西其實是我自己 想要做的 這也是我專長的延伸 那改善設計 我相信大家都有用過 台鐵的火車時刻查詢 和電票系統 但怎麼都沒有人想說 這兩個房站為什麼不住在一起 我就這樣想 所以我決定房農站重新設計 你可以在這個經驗裡面看到說 你可以選擇啟程 然後到站 然後選擇 你要的日期 選完之後呢 OK 你先確認這一天的班次 然後我還要跟你加上 當天的天氣 讓你去評估說 這樣子當天出遊好不好 再來就是說 這邊就確認 你贈多少錢 輸入你的身分證字號 好 結帳付款 上面你們所有看到的流程 通通都是台鐵他們的流程 我只是幫他們轉換一下 再來第二個是公車巴士 我會選這兩個主要是原因 這兩個東西其實算是 除了飛機機程門外 這個是國外觀光旅遊來台灣 可能會達成的工具 這算是我們的門面之一 那我選擇五都 台北 信北 台中 台南 跟高雄 我用比較區塊的方式去呈現 像這樣子的方式 其實在手機 在平板 你們都可以很快速的流程 比較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 OK 像台北市 台北市可能就會有幾個 在上面有幾個可能路線的部分 你點了100路線 你可能它上面就會出現 這個路線的第一個 它有什麼 307 308 228 什麼之類的 這邊它就是有爆戰的東西 那你在往下點 它就可以顯示說 這個路線它現在走到哪裡 然後它的時間點在哪邊 這樣子的設計其實是 比較方便在各個 我可以再講一下嗎 這樣的設計其實是會比較方便 大家在遊覽上也比較好 那這個東西也沒有我們站 其實沒有 因為我沒有錢了 那我要做這個東西 我還要約去跟台鐵 然後要去跟各個城市的巴士 他們去協調去溝通 我要請他們把他們的資料 願意這樣給我串結 這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可是我現在沒有辦法做到 但是我覺得 我現在在做的這個東西 是一個概念一個想法 我願意先丟出來 讓大家或許五年後 有可能實現它 到時候我們可能就不用再看 那種很醜的介面這樣子 那最後就是說 我現在目前這區Space空間的夥伴 有83千 然後民宿的夥伴有50千 然後我的粉絲是比較幸運 現在目前有四萬 那這些東西 這些空間 這些老房子 都是我一間一間去跑 一間一間去拍榜 認識他們 其實我有很多故事可以講 可是可能今天比較沒有辦法 那我真的是抱持了一個想法 我一直相信說 我這樣子一直做下去 總有一天 不管我做了什麼 總有一天 像我今天來參加的照片 我把我的想法跟你們講 總有一天 我們可以改變很多事情 我最想要做的就是 為台灣帶來一些好的改變 我是首領 謝謝大家